欢迎林青霞 白鲜勇 俏丽短髮 佩生辉摆着洋装 68岁资深女星林青霞 十一十七年转提笔写作 她推出第四本书青霞小品 十一下午和白鲜勇举办新书座谈会 对不起 我也不是作家 我也不是大明星 我只是一个写文章的写作的人 现在我只能承认这个 退去明星光环成了作家 林青霞说当初她向白鲜勇请教 如何写小说 后来去澳洲旅行 读白鲜勇作品突然就开窍 温思全佑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所有的读者都认为是一定是人家带的 那么现在大家应该都接受是 名媛经理是否助于写作 林青霞说很喜欢向大家分享内心想法 她说自己看的书不多 后来才尝试把心里话说出来 善于观察的她 能把细节写得据细迷移 就很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事情 像我跟我的女儿 大女儿 我站在她的立场 同理心跟她相处 所以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比真正的母女感情还好 林青霞说写作是一种修行 透过文字把脑中记忆写下来 能治愈她心中寂寞 底缘出身 习惯晚睡的她都在半夜写作 林青霞说有灵感才会动笔 痛到瓶颈也不着急 因为没有人会催稿 未来若有人找她写剧本 她会考虑 但写小说还要再思考 东方不败 再度展现 文武创全 订阅新闻 张启云 艾森小组 海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